Hello Sunny 我們今期來到中山神灣 去看這個樓盤 叫龍光九御山 進去看之前 我們簡單在外面看看 因為現在外面門口 這條是市政路 這裡一直通出去 接到105角度 上高速廣珠西 門口這裡就已經有公交站 可以說這個樓盤 出行來說比較方便 周邊正門口前面 街鋪都在做 那裏有間減肥 很適合你 詩姨哥 你帶我進去了解一下 這裏的街鋪都已經在做 打造好身材 別笑得這麼大聲 我剛剛的眼神 你拿來剪掉它 那裏還有一個超市 那邊還有一個超市 所以其實這裏都不欠缺 然後鏡頭看這裏 然後這裏 對面有一個酒店叫萬喉酒店 不知道認不認得到 對面這裏有間叫萬喉酒店 那裏還是神灣的飲食一條街 在地圖上的手 就叫神灣的步行街 前面這裏是有KTV那裏 不用怎樣拉鏡頭 都可以的 有KTV那裏公巷 走進去那裏 就叫時代南灣北岸 相信這兩天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中山的新聞 中山水浸 那個鱷魚走出來的養殖場 就是這裏附近的了 我們今期除了看樓以外 還進去探探 有沒有惡魚走進這個小區 OK 那我們就順著我們鏡頭 就進去小區 去養板房那裏看看 那裏還有一個補充的 這個樓盤已經全部現樓現證了 即是全部賣完了 已經買了就可以收樓了 那車位呢 都開始賣了 那我們現在呢 針對這些清貨單位呢 就第一個 如果是大部分車位 大部分的樓 如果是買的 成交之後 就會騙我們送一張 價值三萬元的車位使用券 那如果我們買的車位 就可以有這個抵扣去抵扣了 那第二個 如果有些指定的清貨單位 就會贈送二十年的一個 人房使用權 即是會送給你用 OK 那事不宜遲 我們進去看看 是要買房間見 OK Hello Sunny 我們上來看看這個示範單位 這個都不叫示範單位 實體樓 叫實體樓 燕樓來的 這裏呢 就在錄動一單元的 十三零五 可以說這個呢 目前可以說的在售 那個警官效果 沒有光線都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大家現在在門口 看到這個光線 全部是沒有開燈的 這個光線非常之靚仔 尤其一進來 這邊的廚房 這裡 沒有開燈的 這邊是西邊 這個單位是朝正南的 當然 有朝東向 有朝南向的單位 如果是選南向 可能價格會比較貴 這邊的光線 非常之靚仔 現在看到的全部是收樓標準 現在這個龍光九月三 全部是現樓現證的 即是你要買哪套 就去拿哪套鎖匙去看 看對 給錢 這套單位就是你的 現在這裡 看到的是廚房位 平衡的廚房位 樓左的雪櫃位置 這邊三件透 樓盤是沒有送的 沒有贈送的 這裡還有一個陽台位 如果有需要的話 再推出去 其實我覺得這樣 也是很實用為主 實用為主的 這個單位 這邊出來 這個位置 就是客廳和飯廳位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飯廳 放在那些方桌 四人到六人的方桌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邊客廳 客廳的開間 就是去到3米2 3米2 平時坐就坐在這裏 電視放在那裏 都可以的 好像這邊 發展商做的細節 都做得比較好 帶USB的一個接口 平安鐘 這些都做得好 這些全都是加勞保証 現樓現證 那 陽台景觀呢 我們待會先看 看看 由於龍光九月山這個項目 現在 開放現在只有一組戶聯在賣了 就是現在這隻 89平方 3房 這間房 超南向 這個窗台位 其實這個空間 如果是做啪啪米的形式 我們將這個床做上來 那這裏 還會有近米五到 米五米六 這個空間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說話 有一點點回音 我們去看看另外一邊 這邊呢 這個洗手間位 這個客廳位 可能就會暗一點 但是這個光線其實可以的 這個光線 是完全沒有開燈的 那這邊 這間房間 就小一點 那如果是買南向的 這個單位就是朝西的 那如果買東向的 這個單位就是朝南的 所以其實 開工 最熱就是這個單位 其實都OK 如果是用來當陽光房 當茶室 這個位置就不錯 這個位置就不錯 這就屬於第三間房 如果是用不到三間房 這間用來做健身房 就是這些窗 打開它 非常通風透氣的 這個房間 這邊再過來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大透間的設計 這個全部都是膠標 大家對這顏色水 不知道拍不拍的 介意 就是這個顏色搭配 但是發展商 就是用這個顏色搭配 交樓給你的 所以這個 就看自己個人 其實 你說買來保駕 買來養樓住 買來養樓住 這個顏色搭配 我個人覺得都OK 這邊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光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裡是燕樓 沒有開燈的光線 非常之好 通風南向的通風 就不擔心 這邊 這個六號單位 我個人認為就是 樓王單位 樓王單位 看看這邊的景點 在望小區的樓間隔離 望花園 望遊泳池 大家簡單看一看 我們出陽台看 出陽台看 看看樓這個單位的一個位置 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會這麼漂亮 好 走出來 Babby出來了嗎 地緊 地緊 這邊 整個小區 基本上都看了 這個小區 它說就是七棟樓 嚴格來說 就不止的 因為有幾棟樓 是有兩個單元的 OK 鏡頭給我 你好 好像前面那邊 那邊是一後樓 但是一後樓 它分了一單元和二單元 簡單來說 那裡就是兩棟樓 嚴格來說 這裏應該是 十三棟樓 十三棟樓 但是現在 其實整個小區 是圍合式的 全部都已經是交樓入住了 現樓現正 現在這裏 龍光九月山 都是在做一個清貨的 清貨最低的價錢 它講究是 六十幾萬起 六十幾萬起 就可以買一斗 最便宜的單位 可能是六十三萬 但是 實打實話說 龍光九月山 也是收開團購費的 那這邊的團購費 就收六萬元 那算下來 就相當於六十九萬起 買一套單位 我們現在這套單位 這套單位 這套單位 十三零五 這麼漂亮的景觀 這套單位 價錢就高了一點 高了大概 八百元一平方 七百到八百元一平方 這套單位 好像全部包起來 好像是七十六萬元 即是包起來團購費的 那新年這裏 就實話實說 這套單位值幾錢 就是買幾錢 就和你降幾錢 這個就不要跟你去扭點 可能我們在視頻上面 即是那個價錢 都會打回六十三萬起 這個價錢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 他發展商標價就是這個 六十三萬起 買這個單位 那我就說回龍光九月山 這個樓盤 這個位置 這個樓盤 它的位置是中山神灣鎮的 不知道大家這幾天 有沒有看新聞 中山水浸 因為我相信 Peter哥拍了一些短片 就是中山水浸的情況 中山水浸最嚴重 是哪幾個鎮區 是一邊 記不記得 中山最嚴重 那時候我們都受困在其中一個地方 三鄉 第一個就是三鄉 三鄉水浸最厲害 就是那個 都是雅居樂花園那個 舊城區那一帶 以前是那個順昌百貨 那個中樓 那個位置 雅居樂花園那個位置 就是水浸最厲害的 那我們那時候 就在那個105角度邊上 其實105角度邊上都很安全的 唯獨就是它在山坡上面 有少少那個山體滑坡 就是那隻山梨傾射 所以有些湖水就往下灌 這樣就整條105角度 那個水浸情況比較厲害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困了 大概四五個小時 在那個樓盤那裏 然後第二個最嚴重的區域 就是坦州 不過坦州其實都是看路段 好像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整個公司就沒有問題的 就是公司的那個創客園那個位置 那旁邊呢 那些道路呢 可能就第一個 那個魚污分流會做得比較差些 就有水浸 好像牆車台車都要去整 因為浸了 那神灣呢 第三個區域就是神灣 神灣浸得最厲害的呢 是神灣醫院 神灣醫院 就是往前方 往這條路 這條路前方 有神灣醫院 現在這裏應該是正面那裏 兩座山中間那個位置 在那裏 大座那個位置 那位神灣醫院 神灣救市場那裏呢 水浸是比較厲害的 甚至是呢 浸了半個人那裏 OK 浸了半個人那裏 那這裏呢 龍光九月三這裏呢 又有一個勁爆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就在旁邊 那個叫藍灣時代北岸 是不是 時代藍灣北岸 那附近呢 就有一個鱷魚池 鱷魚池好像是 跑了四條十幾年的 那個鱷魚出來的 那其中呢 Appy家裏都捉了一條 小小的那些逼虎仔 他就以為是生了一個鱷魚仔 那這裏就不要理他了 不過呢 其實那些周邊 其實當那個鱷魚池 一走了出來呢 當地就已經是佈了警 所以呢 有些民警啊 消防啊 甚至是一些縣林啊 那些農業的 都出來幫忙去捉了 其實 開國都捉了 那我們今天過來這裏呢 等一下我都去下花園 影影看看有沒有鱷魚出來 那如果有的話 今晚就加一加餐 是吧 那就說回龍光九月三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在中山神灣的 中山神灣呢 神灣這個城市是很特別的 這個城鎮 神灣呢 它有的樓盤其實不多 直接對標這個神灣九月三呢 就是對標這個環境啦 就可以說有一個叫神灣的繁花里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遠洋 遠洋繁花里 那跟這個樓盤呢 可能那個價位 就是價位 水位差不多 但是那邊就收12萬圓後費 那邊收6萬 那算回來的總價應該就是 差不多多少 大家就可以去對比這兩個樓盤 那我們呢 就回到樓下去找找鱷魚 順便邊走邊跟大家分析一下 選不選神灣九月三口 還是選神灣飯花里好 OK 我們下去走一走先 Hello Sunny 我們下來看花園之前 給大家看看這個小區的一個交樓標準 好像這裏呢 就是入戶大堂 兩梯三戶的 OK 這裏呢 會比較乾淨的 綺麗 比較靚仔一些 看出來 那這裏呢 還會有門禁的 所以呢 我就要在這裏 拉著個門 拉著個門 給大家看這裏 OK 你過來 不是你回應我就可以了 那這裏呢 其實可以說 龍光九月三這裏管理 它是龍光的物業 所以管理都會比較 比較嚴謹些的 那這裏呢 它一樓呢 會做一些架空層 那它一樓就不做單位的了 做一些架空層 那現在目前呢 就沒有任何用途的 那以後呢 其實如果業主住在這裏 住得多的 可以考慮在這裏 初初麻將 即是中華五千年的 那個精文化精髓 就是這裏了 那OK 我們走出來 看看這個花園先 那這個花園呢 其實整個花園來講呢 整體就很舒服的 尤其是呢 現在這裏這麼熱的天時呢 我們拍攝呢 我就最終於就是這些環境了 又涼爽了 那些清風陣陣 那些風吹得很舒服 那在這裏走呢 其實就相當於 業主我們買了這邊的單位 我平時落樓下 是什麼環境 大家就自己親身感受一下 即現在這裏呢 三點幾四點鐘了 很曬就很熱 即是雨後天晴就是這樣了 就會比較曬 這邊會比較熱一點 但是呢 在這個小區就很舒服的 那剛剛講到呢 這個小區呢 就相信大家都會有 即是有了解過中山神灣的呢 都會有聽過叫做 神灣阮陽繁花里這個樓盤 那對比阮陽繁花里啊 或者對比南城香山小鎮啊 那這個龍光九二山呢 它的優勢就會比較突出一些些的 它在整個神灣 即是最方便最配透 即是配周邊來說 最方便人樓最旺的地方 那前面那裏呢 前面那裏呢 前面那樓盤呢 就會夠一點點 是叫一個 時代南灣北岸 相信呢 如果有朋友仔呢 前走幾年買的呢 可能就會是買這個樓盤的了 現在這個樓盤 這裏呢 包括我們現在 現在龍光九月山的整個入住率呢 會比較高的 那一邊呢 可以影影 這些整個入住率呢 其實就相對來說 會在整個神灣鎮 整個神灣鎮最高的了 這個樓盤 因為這裏呢 前面 前面是一間那個實驗的 即是技師學校 那對面呢 是有那個叫萬喉酒店 接著還有一個叫神灣的步行街 那北面呢 這裏北面就是神灣的時代 南灣北岸 所以呢 整個整體呢 這裏呢 那個便利性呢 就會相對神灣的幾個樓盤 要方便很多 那這裏自己小區裏呢 其實進來小區呢 這個環境呢 我覺得比較推薦 就是買來當養樓的朋友仔 那如果你說買來投資呢 神灣就可能建議大家止步一下 因為神灣的人口呢 它滿足不到這個需求 就是可能那個房價呢 你買了呢 它可能未來的幾年 它不會說一下急劇上升 或者是不會有太大的跳動 那如果你說神灣買來 自己住 買來養樓 就是我偶爾 回來這裏倒道價的 神灣可以大家選 可以讓大家過來選的 那這些環境呢 其實就 不算太特別 但就很舒服為主 那裏走過去可能會有點曬了 現在目前呢 前面這裏呢 二棟 前面這棟樓呢 是二棟 二棟樓 它就會比較靠山裡面一點 那相對這邊一號樓呢 一號樓那邊就會 那裏是四號樓是不是 三號 三號樓那邊 賣的是賣那邊 三號樓的二單位 三號樓的二單位 那裏是兩棟樓來的 兩棟樓那邊的二單位 主要貨量就是那裏 那邊會靠山體一點點 就是會遠離那個主幹道 但是那邊就會靜一點點 靜局一點點 我們走過去樓下 給大家感受一下 然後你說這個小區 其實就太特別得來 又不會太特別 我覺得最大的亮點就是 住在這裏就舒服了 真的舒服 那如果你說買來退休兩樓 隔離又方便 那神灣醫院又近 雖然神灣醫院會水浸 神灣醫院會水浸 那邊神灣醫院又近 市場又在隔離 南灣北岸那裏呢 又有那個購物商場 前面就是那神灣的一加一 那這裏呢 基本上下樓呢 步行可以有這些配側的 其他其他 就是在神灣其他項目呢 是做不到這個情況 尤其在樊花里 他就一定要出回來這個位置 才有這個商業配側 所以大家就買樓 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選擇 那這邊回香港呢 其實這裏回香港就很方便的 這裏回香港呢 第一點呢 可以通過那個 那個港澳直通巴 因為現在目前呢 那個 那個 遠陽繁花里 華發觀山水 是有那個港澳直通巴的嘛 那其實 和龍光九二山呢 它三個樓盤那條 港澳直通巴呢 是通的 就是 可以在三個地方上車 就直達香港的了 那第二點呢 這裏呢 是屬於神灣 是屬於中山南部的城市 那這裏去港珠澳大橋呢 大概就三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那如果是通過港珠澳大橋呢 回香港呢 就會更加方便少少 港珠澳大橋 24小時通關的嘛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那 就是如果是坐港珠澳大橋呢 我去這裏呢 如果我自己有自己有開車的 那我直接去到港珠澳大橋那裏 再坐金巴就方便的了 那如果我沒有開車的 這裏打車去港珠澳大橋 24小時都可以回香港 就比較方便 那現在這裏呢 那這裏呢 三棟的A座和B座 其實整個樓盤都在賣的了 全部賣 可能其他棟數呢 剩下單位會少些 主要就是剩下這棟有 這棟 三棟的B座 三棟的二單位 嗯 嗯 OK 那我們這期視頻拍到這裏 周邊去不去拍 周邊其實我剛剛都提及到的了 周邊其實就很多 這個龍光九月山呢 我就給的意見就是 如果有考慮呢 在神灣這裏買樓的 就是如果你看對了 軟養飯花里 或者看對了 香山小鎮 你不妨 來龍光九月山這裏看看 但這個樓盤呢 它的缺點呢 其實就很明顯 只有一個戶型 就是想選其他戶型 是沒得選的 只有一個八十九平方 就是不是說我們偷懶 不是說我們蛇旺 不是說不想拍一百零八方 甚至是大小小一九那些 這裏已經是沒有了 賣光了 就只剩一個八十九平方 尤其是龍光這個樓盤呢 它就做了很多 全部是八十九平方的單位 為什麼八十九平方好呢 第一個稅費低的嘛 因為它是按一個契稅來交的 第二個呢 八十九平方可以做三房 就是當現在一房 用得很OK的 當然啦 缺點就是缺點 沒得選就是沒得選 就是可損性會少些 但是如果在總價上面OK的 總價最低和團購費 就是六十九萬 七十六七萬 就是一間 首期正常交兩成 如果覺得都OK的 就聯繫回SUNNY和APPY 當然啦 覺得我們這裏視頻OK的 覺得SUNNY講的東西 都是比較合聽的 給個讚給我們 給個讚給我們 給點支持我們 這個就是 在這裏就多謝你了 但如果不給讚呢 可能SUNNY就垂頭創氣一些 但是一樣會做事的 這些如果大家覺得OK的 都給個讚給我們 跟我們看樓 還有相應的一個粉絲會贈 在視頻上方 具體的一個金額 我們都是回去問Peter Call 就會打出來給大家 OK 那這期的視頻就拍到這裏了 是不是阿Bee 要不要補充 沒有啦 有粉絲會贈 到時大家留意 OK 沒有補充的話 那我們就在這裏 拜拜 祝大家生日愉快 拜拜 拜拜